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印度疫情肆虐 每日确诊数字屡创新高 有在印度工作的中国籍员工透露 中国政府在没有公开宣布下 要求印度政府不要向计划回国的华人发放通行证 禁止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搭击返国 事件未获官方证实 但另一方面 网络则流传中国派包机到印度接载侨民的假新闻 主要社引述在印度科技制造领域工作的张先生说 他原本安排了假期搭击返回中国 试图避开印度严重的疫情 由于多数印度城市采取较严格的人员流动管制措施 必须上网申请e-pass通行证才能搭车出门 张先生表示他的申请被拒绝 感到意外 即使他公司出事休假返国等相关文件证明 张先生补交文件后仍然被拒 张先生经多方打听 他声称霍西市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已通知印度 中国政府暂时不让在印度的中国公民返国 要求印方不要发通行证 让公民搭乘飞机 他对中国政府偷偷摸摸禁止公民返国的行径 感到非常愤怒 台湾厂商在印度的台籍员工也表示 他有一名大陆同事原本非常爱国 但在他想回国却碰钉子之后 他第一次看到这名同事痛骂大陆政府 令台籍员工也感惊讶 中央社记者6日上午曾试图联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 但包括媒体 领事等部门电话都无人接听 也就是当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有紧急危难时求助无门 报道又指仅富士康集团及协力厂在清奈的苹果供应链工厂就有上百名中国工程师 中国官方没有回应禁止驻印度中国公民返国的新闻 不过 重庆上月21日有三名在印度工作的中国人 经尼泊尔加德满都入境隔离 到近日确诊感染变种病毒 中国大部分网民对此相当凉薄 认为政府应当加强把关 停止来往中印的航班 防止把印度变异病毒带回中国 但也有网友反对 认为同胞有权回国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美国支持放弃疫苗专利 中国官腔雇左右而言它 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明确表态 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 以让驻各国自行增产疫苗 加速终结疫情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对此称许 而周四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方被问及是否也会考虑放弃对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6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 中国是否也会考虑放弃对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兵雇左右而言它 回应说 中方支持关注疫苗的可及性问题 中方期待各方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积极进行建设性讨论 争取达成有效和平衡的结果 中方愿为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做出自己的贡献 并未明确表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当地时间5日发表支持放弃专利声明 指美国政府强烈相信知识产权保护 但为了终结疫情 政府支持放弃对新冠疫苗的保护 戴琪在声明中说 政府的目标是尽快释出最多安全有效的疫苗给最多民众 在确保美国疫苗供应安全无余的基础上 政府将持续加大力度与私营部门及所有可能的伙伴合作 扩大疫苗产量与配送 包括增产疫苗所需的原料 美国支持放弃疫苗专利只是第一步 还需WTO全体及药厂的支持 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上月呼吁取消对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 遭到美欧各国语药厂反对 如今 美国站出来呼应WHO 谭德塞在推特称其为对新冠疫苗战役的重要时刻 这是美国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所展现的强大领导风范实力 美国签证处幽默比狗击碎中国留学生玻璃心 据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签证处昨天5日在微博宣布 使馆阶段性恢复学生签证申请服务 并附上宠物狗为了跑出去艰难攀爬栏的视频 被中国网民抨击签证处将中国留学生比喻成狗 美国驻华大使馆随后将贴文删除 并发表致歉声明 声称带来幽默效果是发布涉事贴文的原意 中国媒体和网民纷纷转发贴文截图 综合媒体报道 视频显示一只宠物狗从狗窝处的栅栏向外艰难攀爬 小腿蹬了半分钟才爬出 美国使馆签证处也写道 春暖花开 你是不是像这只狗狗一样迫不及待的想出去玩耍了呢 许多中国网民批评此贴文不恰当 并且明显带有种族歧视 美国使馆签证处把留学生比喻成狗的话题 在微博上出现 有网民在留言板写道 留学生花了钱还被当狗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另有网民以反讽的口吻在留言板上写道 狗被主人点名了 舔狗高潮了 你的主人在换你呢 主人叫了 狗狗兴奋起来了 放狗吧中国的确不能要狗奴了 贴文被删除后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写道 哈哈哈哈 美国使馆把这条微博删了 太逗了 帝国主义看大事不妙 就这样夹着尾巴逃跑了 美国拜登政府4月27号宣布 8月1号起 中国伊朗巴西和南非持有F1 M1签证的学生 可在开学前30天乘直飞航班到美国 意味解除了前总统川普去年1月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留学生赴美禁令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菲律宾退回中国捐赠的国药疫苗 综合媒体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接种 仍未获批准紧急使用的中国国药疫苗 受到批评 他就事件道歉 并以请求中国收回捐赠的1000剂国药新冠疫苗 76岁的杜特尔特周一公开接种国药疫苗 但这款疫苗在当地的紧急使用申请 仍未获批 杜特尔特被质疑 蔑视有关疫苗的规定 争议持续数天 杜特尔特就事件道歉 只以请求中国收回运抵当地的1000剂国药疫苗 及停止运送其余捐赠疫苗 但杜特尔特强调是医生建议他种 并获马尼拉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 恩续使用 没有违反任何利规 中国另一款疫苗科兴疫苗 已获菲律宾当局批准紧急使用 菲律宾政府跟科兴签订了2500万剂疫苗的供应合同 其中350万剂已运抵当地 五天两起再有大陆橡皮艇投奔自由 解放军背景 据苹果日报报道 继日前一名大陆男子乘坐橡皮艇 从福建成功横跃台海登陆台中港码头后 前天凌晨又有另一名大陆男子滑橡皮艇 自福建厦门外海的大邓岛直闯仅1.8公里远的台湾外岛金门33海边 台湾海巡署岸巡队从雷达上发现 当场将该名男子活捉 他同样声称投奔自由 还随身携带了16只煮熟了的猪肉水饺 由于这是五天内接连的第二宗像皮艇闯关事件 台湾国安高层极为重视 正在了解两名涉及偷渡的男子是否有解放军背景 以及到台湾的动机 这次偷渡到金门的大陆男子姓江 年仅22岁 自称前一天凌晨携带一个皮箱 从福建厦门外海的大邓岛沿海滑向皮艇 拟偷渡到金门三石山海边 江南划了五个小时至清晨五十许 到金门县制水域 被台湾金门案群队发现 江南成功抢滩后 既被埋伏的案群人员逮货 在江南随身携带的大皮箱中 发现电筒、耳机、手机及衣物等物品 江南则声称 因向往台湾的民主自由才偷渡到金门 大邓岛与小邓岛角宇市福建厦门 祥安外海的三个小岛 距离台湾外岛金门只有1.5至3公里不等 其中大邓岛更可谓与金门仅溢水之隔 站在滩头可清晰远跳金门 由于三岛地处福建最前线 故一直被视为解放军攻打金门的重要军事基地 1958年更爆发激烈的金门炮战 至今岛上还留下不少武器及防空洞移植 虽然过去有不少大陆人从厦门等沿海偷渡到金门 但也有台湾人逆行 从金门偷渡到大陆 当中最著名的是 曾为台军上尉连长的林毅夫 1979年5月16号 从金门求水叛逃到厦门的脚宇向大陆投城 有指当天是农历4月21号 大退潮时金门与脚宇只有约1.8公里 中间还有个礁石会露出来 林毅夫应是徒手游过去 半途攀上礁石休息 而林毅夫到大陆后获得重用 曾进身为中共高层的经济智囊 现为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印度疫情失控 中国手机厂产能腰斩 据联合早报报道 印度作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小米等中资手机品牌都在那里设厂 不过随着当地新冠疫情不断恶化 以及中印关系不佳 这些中资手机企业的产能都受到影响 几乎对折 中国IT时报引述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树成说 目前生产仍是正常的 就是产能有点不够 大概只有平时的60% 至于产能不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受疫情直接影响 工厂需要加强抗疫和防护措施 部分工人也上不了班 二是缺少芯片 特别是对于中低端手机或电子制造商来说 三是中印关系也影响着工厂的产能 比如中国运网印度的部分物料送不到 报道称作为印度重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诺伊达拥有最多的手机产业链厂商 诺伊达是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那里集中了100多家中国工厂 包括OPPO、VIVO、传音、荷力泰等 都在诺伊达设有工厂 杨树成说 疫情以来 这些工厂的部分中国员工已经陆续回国 目前在印度的中国员工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 仍有50名管理人员从2019年底开始 就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中国IT时报也说 尽管出货量整体下降 但印度市场仍掌握在中国国产手机品牌中 报道引述 IDC报告显示 2020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排名前五的手机品牌中 有四个来自中国的品牌 其中小米获得印度智能手机市场27%的份额 排名第一 三星排名第二 市场份额为20% 以下分别是Vivo18% Realme13%和Oppo11% 据研究机构预测 疫情将是印度手机市场景气度下滑 将可能使四到六月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减少10%至15% 预计约为500万台 杨树成表示 如果疫情加剧 中国手机厂商将不得不面临供应链紧张和城市封锁 所造成的双重挑战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女商人行贿政府官员千万别墅换5亿投资 东网报道 中国检查网近日公布江苏商人求名方行贿案 指他曾送河北省政府前副秘书长吴立方 一床价值995万元人民币的别墅 并送高尔夫球卡及现金 换取5亿元的融资 现被立案起诉 案情指 江苏深华职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求名方 曾因地产项目资金不足 河北省前政府副秘书长吴立方 在2008-2014年随利用职务之变 向求名方的公司融资5亿元 求名方在2009年以唐嫂王某的名义 在海南为吴立方购买别墅 起诉书又指 求名方得知吴立方的妻子喜欢打高尔夫球 送给其妻子价值22.8万元的高尔夫球卡 2011年得知吴立方儿子要到英国留学 他又送吴立方5000英镑现金 检方将起诉他行贿罪 资料显示 求名方此前已经因另一宗行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